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态度 这里是由中国抗敏感牙膏领导品牌冷酸凌赞主播出的大头说事 来看今天第一个事 话说前几天 唐山凤南区大荣各庄村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 这起事件的群殴主体是村之书和村主任 群殴地点是在村的大会上 群殴结果咱们看看 6月29号晚上 唐山市凤南区岔和镇大荣各庄村正在召开会议 会议开始后新市有村民上台质疑村党委的工作 会议一度中断 随后村主委的发言让现场发生了混乱 我这个董事长现在也不愤态 到这几月当中 所有董事长都要向你通过 这张团队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画面中起身抢夺话筒的是大荣各庄村的村之书 村之书和村主任争夺话筒的同时 台下村之书的兄弟也上前试图抢话筒 马上村主任的女儿也上台参与抢夺 随后双方矛盾计划 由言语冲突演变为肢体冲突 台下十多名男子应用而上 互相推散扭打起来 随后豆欧和私车持续了四分多钟 据了解 参与豆欧的大部分是村之书和村主任的亲戚 事件起因是双方存在矛盾 至于具体是什么矛盾导致大打出手 事件的处理结果又是怎样呢 记者电话联系了唐山市凤南区外宣局的工作人员 知道这个事 现在我们也不太清楚呢 因为他们正在调查底下 然后我们是等他们正里边别回事 他们正里边都在调查 一边调查着吧 我来新叔叔这个事 村里大会上 在党旗之下 村主任和村之书两派人打成了一团 头破穴了 人养马烦 凳子都举起来 见人就砸呀 看着这个事 真是脸红啊 这件事情说两点 在这场斗欧当中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会议室的那个墙上 我们现在图片当中还能可以看到 一行标语 叫做增强民主意识 正式 确行使民主权力 但是呢 从事件上来说 确实给这个标语一个大大的讽刺 狠狠地删了他一大巴掌 两句话不合 村之书和村主任就打起来了 各带一伙的人 两派打成了一团 你说你们之间都不能够做到民主 又指望着你们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民主呢 这所有的决策政策的制定 又怎么能够做到民主呢 村干部靠拉帮结伙 打架斗欧 在这种场合来树立权威 说句不好听的 这跟流氓团伙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干部和两尾班子 又怎么能够去组建好基层的民主制度 怎么能够让老乡放心 正确的去行使民主的权利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 这个村之书啊 我们都知道是村党委的负责人 村主任呢 是整个村委会里面的当家人 这两个干部呢 应该是这个村里面的核心 骨干 我们讲话的管理层 对吧 应该拧成一股绳 形成合力 带着老乡们搞好经济工作 发家致富 这是你们应该干的 但是大荣各庄这两位呢 却是水火不相容 谁也瞧不起谁 当众纠集家属 在现场又大大出手 你说还指望着这两个人能够团结起来 目前来看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 这样的村干部 村主任和村之书 回到源头上来讲 是怎么被选出来的 如果一身匪气 能够把这个村带好 那么代言我在这 首先得画一个大文号 随后 豆欧和私车持续了四分多钟 据了解 参与豆欧的大部分是村之书和村主任的亲戚 事件起因是双方存在矛盾 至于具体是什么矛盾导致大打出手 事件的处理结果又是怎样呢 记者电话联系了唐山市丰南区外宣局的工作人员 知道这个事儿 现在我们也不太清楚呢 因为他们正在调查底下 然后我们是等他们正里面 他们正里面正在调查 一边调查着吧 我来先说说这个事儿 村里大会上 在党籍之下 村主任和村之书 两派人打成了一团 画面中起身抢夺话筒的是大荣哥庄村的村之书 村之书和村主任争夺话筒的同时 台下村之书的兄弟也上前试图抢话筒 马上村主任的女儿也上台参与抢夺 随后双方矛盾计划 由言语冲突演变为肢体冲突 台下十多名男子应用而上 互相追赏扭打起来 我觉得人仰马凡 凳子都举起来 见人就砸呀 看着这个事儿 真是脸红啊 这件事情说两点 在这场斗舞当中 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就是会议室的那个墙上啊 我们现在图片当中还能可以看到 一行标语 叫做增强民主意识 政治却行使民主权利 但是呢 从事件上来说 却是给这个标语一个大大的讽刺 狠狠地删了他一大巴掌 两句话不合 村支术和村主任就打起来了 各带一伙的人 两派打成了一团 你说你们之间都不能够做到民主 又指望着你们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民主 这样的新闻 不一样的态度 这里是由中国抗敏感牙膏领导品牌冷酸林 暂主播出的大头说事 来看今天第一个事儿啊 话说前几天 唐山富南区大容各庄村 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 这起事件的群殴主体 是村支书和村主任 群殴地点是在村的大会上 群殴结果 咱们看看吧 6月29号晚上 唐山市丰南区 岔和镇大容各庄村 正在召开会议 会议开始后 新市有村民上台质疑村党委的工作 会议一度中断 随后村主委的发言 让现场发生了混乱 我这个统队长 现在也不分之 民主呢 这所有的决策政策的制定 又怎么能够做到民主呢 村干部靠拉帮结伙 打架斗殴 在这种场合来树立权威 说句不好听的 这跟流氓团伙 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这样的干部和两尾班子 又怎么能够去组建好基层的民主制度 怎么能够让老乡放心 正确的去行使民主的权利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我要说的第二点 这个村支书啊 我们都知道 是村党委的负责人 村主任呢 是整个村委会里面的当家人 这两个干部呢 应该是这个村里面的核心 骨骼